望远望去 河道上满满的沙石 每年10月到隔年1月 维桃园复兴区的苦水旗 那上去地形需要加压抽水 拉管线还需经过 盖地段地主同意 接自来水管线较为困难 部落族人大多仰赖 简易自来水 接山泉水供应 族人说每年这个时候 水根本就不够用 必须去找水源头 弄一个自来水的话 我看是牵不下来啦 现在苦水旗的话 共同用水的话 那水源头就不够用啊 现在整个枯水期 所以骑水非常的辛苦 而且我们在山上 冬天来讲我们都有种一些蔬菜 医生里里长提到 目前部落简易自来水 主管先放在水源头中央 但每年台风好雨 管线容易遭到损坏 水源头就是直接把那个水源头 就放到水的中央去 所以变成每逢大雨一来 整个水全部都被弄掉 现在没有水的时候 是他们个别从山沟有没有 要自己拉水 目前复兴区域枯水旗 居民自豪从山沟饮水 桃园市原民局表示 目前还在跟水利署讨论 将在山明里 增设加压站 扩大供水范围 记得向那岛秀 桃园复兴开门报道